廚房到底哪些地方他會需要墊 來 廚房需要墊的地方很重要喔 冰箱後面一定有個墊 但是冰箱現在都會用輕型冰箱扁插頭 它不是直直的那麼長的插頭 它可能縮短變這樣 所以有些設計師會把冰箱的插頭設置在側邊 或者是正後方 那我覺得這兩種都有人配置 那有的人會在這樣的高度 有的人會在這樣子的高度 那現在其實蠻常看到是這樣子的高度 但是冰箱一定很特別 你會看到有一個紅色的插座頭 就是露出來的外觀是紅色的 那就是斷電系統 通常會有兩個地方 一個家庭 至少兩個地方會有複短店 一個是冰箱 一個是電視 因為要讓你如果今天發生重要災難的時候 一樣可以收集到電視的消息 好我們再看 這個就很重要 這些都一定要有專用回路的考量 像剛剛在露台那邊也漏亮 跟大家提到一件事就是專用回路 這個就是電器設備 這是什麼 這叫缺 這個純粹是置物空間 如果你看它後面有一組插座 就在它的正後方 對不對正後方 然後呢我們再看這一組 這個裡面它就 買了一組插座在機器的後方 那買進去之前呢 就會 機器設備上就會把它接上 所以呢 這些設備裡面 它所用的 所用的電器都會是 比較高高速的電器 那這都要先預先配置 比如說 你電器使用的多加用五個平方 今天使用的更多加用八個平方的先去接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你一定要告訴設計師一件事喔 你今天使用的電路 你這些都會同時開啟嗎 如果都會同時開啟 你要跟設計師溝通說 我都要讓這些電器同時開啟 不會跳電 不然你可能今天開了 可能有五個電器 你開了三個電器就跳電 或開了四個電器就跳電 因為它設計師在算你這邊總共使用的電力是夠的 可是呢你不能同時全部開啟 但是呢我們一般也不會同時全部開啟這五個主要電器 所以一定要記得跟設計師一講 你到底是要全部同時開啟呢 是不跳電的 還是你偶爾只會開個最多三個機器 四個機器補上電就好了 這都會跟一開始在規劃你家的選電中間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隱患喔 一般來說 廚房配電都會假定所有電器不會全開位原則下去配置 如果您的廚房配電方式 想要所有電器都開啟的情況下 都不會跳電 舉例 裹枝機 烤麵包機 水鍋爐 洗碗機 電器收納櫃 大銅電鍋 烤箱全部都要開著 那一定要裝潢前事先告知 因為配電方式會不一樣 好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要去看那個電源箱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電源箱的位置喔 為什麼要讓大家看電源箱呢 所以打開電源箱你家的也是一樣喔 打開來看你就看到這個整塊黑的 整塊黑的 然後這一塊呢 整塊黑的之外 旁邊還有一塊黃的 就像這裡 這個也是一樣 整塊黑的兩大塊 旁邊這裡有個黃的 這邊也有個黃的 這個叫做露電斷路器喔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保護你用電的安全 也就是說你今天啊 在家如果這些地方 它通常有露電斷路器的地方 是有水源的地方 比如說浴室 比如說廚房 這些地方喔 只要有水源流進你的插座孔蓋裡面 然後它就會產生一個自動系統 讓這個Brega去彈跳開來 你那一系列有關這個Brega所管制的插座都會沒電 那不一定只是你浴室喔 有可能你今天隨便幫你接的這個Brega裡面啊 它浴室和你的書桌和你的房間 都是同一個軌路的 那你就會同一區這個插座都會沒有電 那它沒電沒關係 不要害怕不要緊張 就來打開你的電箱 把它往旁邊按 再往這邊按過來 通常是往這邊按過來 再把它按過去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它通常啊 會讓你看不出來 它到底有沒有被彈跳開來 總之你不管 把它往回搬再搬過來就好 那如果這一片鐵蓋啊 這邊鐵蓋已經不見了 很重要 一定要請你的設計師 請你的水源把它裝回去 因為你碰到中間的東西 排線的話你會觸電 觸電那個是 有可能 沒有辦法想像的未來會發生 好我們再去看其他的 去看浴室好了 你知道嗎 浴室空間 浴室空間之前呢 我經過了一個 後陽台的另外一個區域 我覺得這個要現象 通常啦 我們後陽台 會有建上原本搭配的電路 一些線路 那線路原本有了之後呢 如果你要再跟設計師 或水源說我要分接 可以沒有問題 但是沒有辦法打牆 絕對都是配名管 配名管過來 然後再另外接線出來 那你可能會預留給什麼 洗衣機啊乾衣機啊那些 220的電 或者是一般的119的電 這些做實用 有的 有的會在陽台還放什麼 電扇 還有 脫水機 比如說像林口這些泥房 就會放這裡 那我們去浴室吧 GO 好我們現在呢到了浴室空間 浴室空間是要做到哪些 當然這邊一定要有啦 這邊在哪裡 好 洗手台的上方一定要有 距離可能10公分左右 中心一點可能10公分左右 會有一個插座 那這個插座很重要 有的人會配置到兩個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會有刮物刀機 然後還有什麼 什麼那個牙尖刷的機器 或者是騎那個電動牙刷 他可能也需要 就是他就是喜歡把插座 倉機 插著 拔掉的那種 吹風機也一樣 雖然可能他會需要兩隻 那我覺得因而而異 然後看個人習慣 再來很重要一件事就是這裡啊 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這馬桶邊邊 現在都一定要有插座 然後換一模一樣 對不對 一定要有插座 因為你一定都會裝五隻馬桶座 你知道我們一個便宜一點的 六千八千 當然 雜牌的三千塊可能有 然後呢 快一點的像POTO系列 可能一萬五 一萬八安 將近兩萬的都有 這都是很重要的插座配置喔 再來它是什麼 我們頂頭大家看看 這台暖風機 建議大家一定要配喔 其實現在你不要停配 這樣也可以出風機 一定要配這種四合一或五合一的 暖風機乾 24小時冠氣 涼風暖暖房 6乾燥行氣 這個很重要 你一定要記得 不管是POTO系列 國際盤系列 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各種品牌系列的 我都覺得你一定要裝這種暖風機 在家裡才會夠用 才會用起來很舒適 然後你才會在裡面感受到 好像乾爽的一個浴室空間 好 我們現在到了黃尖區域 黃尖區域 到底有什麼開關的需求呢 來看 開關 你看 你一樣PG的一件事 我這個B燈一定我這邊可以管制 再來我這邊可以管制什麼 來看看天花板 我這邊還可以管制這個 這個燈 有沒有看到 好那我還可以管制這個燈 對不對 好 這兩個燈 我到另外一邊 來 我這個燈當然我可以管制 因為我就睡這邊 那我一樣 你看天花板 我一樣可以管制這些燈 間接燈 我可以管制 然後 四個彈燈 我也可以管制到 也就是說 我左邊也可以管制到 我相關這些燈 右邊也可以管制到 這些燈 這很重要 這才不會造成夫妻失衡 對不對 大家每次都說 你去關燈啊 你去關燈啊 然後都要走到門口去 好間這麼大 走去門口再走起來 因為冬天 更新的對不對 這樣我們看 玄關也需要燈 什麼燈 去玄關之前 我們有時候書房啊 這邊臥房 像這邊有個小廚房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 臥房旁邊有個小廚房 那都會有個燈 像我們這邊也有買一個線型燈 對不對 好 就在這邊直接開關 這是最順手 最好的 好 玄關 玄關 玄關這個就很重要了 這叫關Tosh開關 也就是說我今天按一鍵 就啟動按一鍵的關閉 那我按一下 所有室內全部的燈 以及攝影師 環繞也是 所有室內全部的燈都關閉了 好 那我現在呢 我要再把Wand H按一下 看我這邊喔 我把它按一下 再環繞也是四周 我室內所有的燈 就全部都打開了 所以呢 這個是Wand H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開關還有很多需要跟大家介紹的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就是開關很重要 插座同樣非常重要 這是你攝影師一開始進場 必須做的事情 一定要跟他做多少你的需求 認識你自己 你到底需要幾個插座 你到底需要哪些開關 非常的重要 今天這一集非常含敬量 非常高 謝謝大家的欣賞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Rudio老師的頻道 掰掰